欢迎回来这里是亚太商机 我是许阳 今天的作客 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投奥阳基金经理 温刚成先生 温刚成欢迎您 继续我们带您关注到 今天两地股市的一个收市情况了 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早盘互值小幅的高开之后 在权重股的拉动之下是上涨 逼近2900点 随后走势开始出现了分化 上证指数午后是维持震荡下挫的格局 接着到收盘上证指数说法在2869点 是微跌4点 那深圳城址的收报在9181点 是下跌113点 再来看港股方面 横止今早小幅的低开 随后震荡下挫全线疲软 午后跌幅就开始扩大了 接着到收盘横止 收报在28733点下跌71点 全日成交额是达到了723亿港元 那在上周五晚 内地的证监会 深夜是出台了一个退市新规 虽然看起来像是为长生生物量身定做的 但是这一次的退市新规 会不会带来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其他股份这样一个退市的一个警报 我们请教一下温先生 您怎么看这一次对于证监会方面 这个退市的新规 会否哪些股份会因此而承压呢 其实应该挺多股份 成交量比较小的 或者出现一点毛病 比如说好像大股东可能股传羁押的比较多 或者他们盈利方面做的特别差 也没有派什么利息 那些股份方面 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尤其是那些小型股 漂亮50那些应该不用担心 但是那些小型股方面压力特别大 因为过去本身就是 其实在内地股市方面很多矛盾 传出来很多矛盾 比如说穿钱 或者本身那些大股东方面 把那些股权积压 然后共感再共感 那些问题其实还是存在的 那个我觉得中静监安方面 看在眼里其实还是有一点 想把那个问题解决 因为其实内地股市过去那二十多年 所随在的一级都涨不起来 尤其是金融海照以后 大家可以看见三千多点 就是三千多点 曾经涨过五千一百八十七点 但是结果又是回到三千多点 二十两千多点 现在还是两千多点 老涨不去 那个领导人我觉得他们好像应该觉得 应该是不为股市有什么问题 他想把那个问题解决 解决完之后了 让那个投资者画这样 老百姓随了房子之外 其实多一个投机工具 因为内地投机工具确实 过去是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变成了不是房子 就是那个理财产品 就特别特别受欢迎 就算那些人手保险 大家都已经抢着去买 比如说来香港去买保险 那个是很流行的过去 很流行的那个做法 现在因为那个基金外流方面 被那个管制住 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小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钱 不知道去哪里传放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想如果股市方面 正是能较劲过来做得比较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老百姓还是安心把钱放到一个 就是要增长的地方 对于公司来说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公司可以拿到那笔基金 去发展它的业务 比如说好多业务方面其实都要钱 比如说好像生物科技 走基药的那些其实都需要很多钱 因为研发一机要出来其实需要花很多钱 然后那些科技的那个项目 其实也需要很多钱 那个做晶片的做芯片的那些 其实需要很多钱 那些都是中央方面 希望那些钱真是流到他们想流去的地方 确实 内地有分析就认为说 近期A股也出现了一个轮动的市场的效应 一些低价股的话也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 低价股反弹 您觉得说目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像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还是说目前只是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反应 还是说长期你觉得 内地A股的一些低价股还是比较看好 其实低价股方面 我个人看反而就是比较复杂 我个人还是喜欢一些大股 因为低价股方面 其实有好多时候就是涨一会儿 然后就转过头又跌回去 打回院账 其实经常发生的事情 如果真是我们的观众 如果真是喜欢低价股 或者喜欢那些小型股的话 买的话记住 记住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分散投资 不能买一支 在美国或者在全球的经验是 您可以买低价股 买一些很低价的股份 希望那些低价股涨起来 变成第二个腾讯 腾讯在香港上市的时候才三块多 一菜五 现在还有三百多块钱 你想想涨了多少 但在整一大堆股票里头 没有好多基腾讯 说实在的 一般来说都只有几支这样的股份 但有一支这样的股份 已经顶得住 好几十个股份 然后等于您有一个不错的盈利 所以关键是那些小型股 是分散投资 个别比如说真是倒闭了 或者出生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比如说百分之三十倒闭了 然后还有百分之四十是 那个股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另外百分之三十涨了好几倍 那你就靠那百分之三十挣钱了 所以变成买小型股 特别要记住 要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是很关键的 确实是 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港股 这个八月的业绩期也将至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硝烟还在 您怎么看之后 港股方面的这个成绩 这个人比也落势了吗 但是这个港股的表现会怎样 八月份的港股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 过去八月份一般来说 是做得不太好的 八九月份都不是港股 一个好的月份 其实七月份通常是好的 但是暂时来看 七月份还是妈妈糊糊了 应该都跌跌不了太多 但是应该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差 对 成交也一般 成交也一般 然后八月份 其实大家有几个重要的重点 要关注到 比如说那个关税的问题 因为关税 八月二十号到二十三号 是现在美国方面 会开听证会 国会方面开听证会 那那个时候会不会 真是通过对于我们国家方面 那些关税 那个时候有考虑的 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些企业方面 盈利方面也得关注 但企业盈利因为那个中期的业绩报告 所以一个影响方面 我想应该不会太大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最近看起来的那些 引起的那些股份 好像一直要滑落的情况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多 因为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那个低基数的效应 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比如说以前他挣十块钱 再挣二十块钱是很容易的 但现在已经挣了200块钱 要再挣500块钱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那个低基数效应 是有一点消产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对于盈利方面 看得比较紧张 因为过去其实好多概念股 或者在牛市里头 大家觉得未来方面 还是因为经济方面 还是往好的那边走 比较乐观一点 现在就是比较矛盾了 确实 另外我们看到 最近有一些南下资金的话 开始这个绝金 比如说一些教育股 还蛮看好的 涨了也不少 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教育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实教育股涨得特别好 是因为内需方面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一般来说 有几个方面是愿意投钱的 比如说一个就是药 身体方面 医疗方面愿意投钱的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 然后当然房地产也是愿意的 但之前已经涨了好多了 所以变成现在需要一点调整 那几个板块 现在因为教育方面 相对来说也比较落后 所以变成了大家现在都炒一下那个教育股 那但有一个问题就教育方面 其实很难用一个概念去炒 因为本身其实加水费 一年顶多加一次或者两次水费 你不可能加每个月都加一次水费 那那个是不行的 然后还有那些比如说空调费 或者倒垃圾的费用 或者那个束保费 那些其实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炒得太高的话 那还是要留意的 大概多少比较高呢 如果使用率来看 我觉得35倍其实已经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了 40倍已经应该要把它卖清了 因为本身实施教育股不是一个很快增长的那个行业 留意一下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文高尘先做口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